他在助選的時候 公開講出來 說他的朋友在開移民公司 說最近業績今年要成長了三倍 目的是什麼 理由是說是因為選到預期 可能會有戰爭的風險 這個移民署根據移民業者 提供的資訊 其實不到1995年的十分之一 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再次感謝收看我們的節目 從我們這個台灣的大選 之前我們看到國際非常的矚目 當中共在整個選舉上 一直都沒有缺席 從中來做許多的一些干擾 當在這過程當中 大家也在談到台灣的經濟 因為一方面每次在選舉之前 大家都有預測 因為選舉如果非常的混亂 那當然在整個股市 在經濟面上 就會產生許多的一些影響 這一次台灣的選舉當然也是 台灣或者是跟國外 都有個特有的 有所謂的選舉行情的一些波動 也有人做過許多的一些文章研究 來看到每次選前選後的這些影響 那當然我們看到這些訊息 當然也包含在這個 中共這些錯假訊息的部分 對台灣經濟的一些影響跟干擾 到底台灣的股市真的有那麼糟 台灣的經濟真的有可能會一蹶不振 真的中國還有這種能力跟能量嗎 我想我們今天好好來探討一下 首先我們歡迎我們總體經濟學家 我們的吳嘉隆老師 主持人好 青龍兄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是姓名兩岸協會的理事長 我們黃青龍 黃理事長 主持人好 嘉隆老師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嘉隆老師 這個選舉當然我們看到股市的部分 一開始當然有些震動 我們剛剛提到的 其實很多人都研究台灣每四年的 這總統大學之後的一些變動 但目前看起來有人還說 哇這有機會挑戰到一萬八一萬九 這是從在選前就有人說 台灣有機會 跟世界在疫情期間 跟我們講平行宇宙 台灣應該有機會上看到兩萬點 當然這過程當中 有真真假假的一些資訊的相關的一些干擾 所以嘉隆老師怎麼看到這一次的選舉之後 對於我們整個經濟影響的一些狀況 所謂選舉現在有出現所謂卸票行情 但是我們看整個選舉行情 分成選前跟選後 那我們講卸票行情 當然是因為地方層次的選舉 經常會看到候選人出來遊街 然後就是這所謂卸票活動這樣子 那是至於卸票行情的話 講的是股市 那麼這個部分選前的話通常是 選前一個月至少 或說不定兩個月應該比說十月吧 那個很多經費就要撥下去了 包括你的文宣 你的那個造勢活動的場合 那些那個人工啊 那些宣傳品啊 甚至於里長啊走路工啊 反正很多的開銷 你大概就要開始 錢要撥下去了 那麼這樣子的話 如果是十月順 要把錢撥下去的話 七八九三個月可能就是所謂選舉行情 選錢的啊 把行情拉起來 然後到十月的時候呢 那個獲利了結 然後把錢撥下去這樣 那選後的話呢 這個 為什麼這一次感覺得不出所謂的 選後的卸票行情是怎樣 第一個 當選的賴清德 他的得票五百五十八萬票 那比之前的蔡英文八百一十七萬票 不是少很多嗎 而且他上次 蔡英文贏第二名的韓國瑜是兩百六十九萬票 這一次賴清德五百五十八萬票 贏第二名的侯友瑜四百六十七萬票 大概九十萬票多一點 也就是說 不像上次可以慶祝嘛 就是說 興奮不起來 有一點說 恰好當選如此而已 就是贏第二名敗 百分之七點五的樣子 得票率啦 所以 談不上可以興奮來慶祝 應該說 就是 恰好當選 也符合估計這樣子 就是說 不像那個蔡英文的八百一十七萬票 創紀錄 你可以興奮 你可以狂歡 這樣子 那賴清德這一次沒有 而且得票率百分之四十 算是有一點 就是 委屈 甚至於覺得有被選民羞辱 就是說你的得票率比率這麼低嘛 這樣子 那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 選後的行情 雖然有反應 但是反應得很短暫 那是因為 選後的行情 其實來自於台積點的法說會 那個裡面的訊息超過 就比預期的好超過預期 所以是台積電跳空大漲 把整個指數帶上來 那其他部門其實不怎麼漲 所以嚴格講來其實 這個 並沒有所謂的慶祝行情 因為台積電的部分主要是外資的支持力挺 然後呢 之後的拉回 也有可能是 你說外資操作的話 還是法人操作的話 那麼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說 先拉高以後啊 那個獲利消化一陣子 然後呢就是 重新整理籌碼 之後再供 通常外資要漲之前 會先拉一陣子 拉一段 然後呢就要吐回去 等於是籌碼重整 然後有信心的進來 然後想要獲利了結的 短線的 就把它洗出去這樣子 所以他在洗籌碼也有可能 所以你會看 他不可能說前一陣子買那麼多 然後一下子也沒有什麼獲利 就立刻要倒掉 這個來來回回操作 並不符合外資的 一般的操作策略 所以外資這一次大買的部分 應該就是買台積電 那個成交量也放很大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麼台積電買完了之後呢 可能會有盤整一陣子繼續供 那其他的科技類股 還有其他的金融啊傳產啊 其實沒有太大的 沒有什麼慶祝行情 所以我們解讀這個行情變化的話 其實不應該把它講出來 變成是選後的卸票行情 而應該是說 台積電的法說會 給半導體產業 可能帶來一些不錯的指引這樣子 然後呢對賴清德來講 他現在變成是弱勢當選 那他追求的是能 看看能不能強勢執政 就是以自己的執政的魄力跟效果 來贏得第二任 讓選民對他肯定 對他的 因為你是弱勢當選 如果你弱勢執政的話 那前途不妙 他可能必須在弱勢當選的情況下 來展現強勢執政的這個能力 破例等等 然後讓選民對他刮目相看 然後呢 下一次大選的時候 他的連任機會才會上升 所以我估計雖然他 這個 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慶祝行情 但是會刺激賴清德 有這個強烈的這種意願 要拿出好的政績 否則的話他這個弱勢當選 將來的連任可能會有更大的壓力 所以我相信賴清德有可能 第一個 消極的講 拒絕提前搏甲 積極的講 可能要展現那個 執政的那個 破例跟能力 所以呢 對於台股的前景 這個是一個長期利多的因素 最後一點就是 以長期觀點來看的話 那個台灣跟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 如果很多產業外移投資到中國大陸的話 對台灣自己是壓抑的 但是現在的話很多台商的資金 已經不再前進中國大陸 甚至還撤回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資金回流的話 可以去看豪宅市場 現在還是有相當的溫度 這裡可以看出來就是 很長的一段時間 可能超過十年 台灣資金是外流 當然外流主要是去中國大陸 那麼現在資金回流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轉到東南亞 或印度或墨西哥或其他地方對不對 那麼台灣還會承受 繼續承受資金回流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會抵消 那個所謂外資的那個流出這樣子 那所以台股來講 基本面長期面來看 有值得利多的地方 那短期內不需要太在乎 所謂慶祝行情 因為這一次的行情很明顯是 從台積電為主帶動 那個全值股比較高帶來的 那至於其他的科技類別 還有傳統產業 那個都已經過去 那像比如說一些類別 像軍工產業已經發酵過了 那最近的話 人工智慧可能 看看有沒有新一波的 然後至於那個重電股 能源股新能源 還有其他類別的話就是 等於說個別行業個別分析 是這個嘉隆老師在介紹 剛才可以讓大家知道 台灣的經濟股市的部分 目前從選舉後應該是穩定中 有機會來成長 這其中當然我們在選前 這個韓國瑜 曾經在這個造勢的時候說一句話 說他朋友開移民公司 在這段期間稱好賺 這業績成長三倍 用這部分來暗指就是 台灣有一堆必戰潮的人潮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在選前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發酵 所以真的嗎 真的有台灣有這些移民潮的發生 我們請教一下理事長 對這個你剛講到的 就是在去年的11月的時候 這個韓國瑜 他在助選的時候公開講出來 說他的朋友在開移民公司 說最近業績今年成長了三倍 他這個話是在影射說 因為當時你講的沒有錯 賴清德被看好 所以呢 意思說很多人是 看壞選後台灣的一個局勢 可能真的會有一個 清雷上戰場的一個風險 那當然毫無疑問 這就是一個認知戰 就是選舉的一個操作 因為我們看到韓國瑜的話 出來之後 就看到有很多的藍媒文宣 就開始推出來 說這個有哪一些家庭 現在都要準備兩本護照 買保險等等 甚至有人說 這個是跟1995年台海危機 可以相提並論 那麼其實後來 這個移民署跟內政部 用數字就直接反駁了 那麼數字的部分呢 主要是集中在說 因為2021跟2022是疫情當下 有很多國人當時在海外 因為超過了居住的年限 他戶籍是不在的 那戶籍被除掉了以後 2023年解封了以後 他們回來 回來之後一段時間 他又出去了 所以2023年看起來 好像很多人移出去 其實是這樣子的一個 加減的關係 第二個呢 這個移民署 當然台灣因為是自由的社會 我們並沒有客觀的移民統計 但是呢 移民署特別去了解移民公司 移民公司業者提供的資訊 他們說有移民的一個情況 特別是在選前選後 但是根本不到1995年的十分之一 好 而且大家也知道 這個所謂的現在的這個全球化的時代 移民的狀態 它有各式各樣的原因 你有時候光光是抽到綠卡 就是一個移民的理由 還有一種是為了小孩的教育 這是最多的 好 但是呢這個話題為什麼我們今天 還要非常鄭重來談 這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所謂的移民問題在台灣社會 那其實它一直都是一個存在的 因為呢 大家都說台灣是個移民社會 的確先來後到 也不一波接一波的 那如果我們縮短 在近代的台灣的歷史來講的話 這很時期 當然那個時候是限制出國 但是呢 即使是這樣 在1971年跟1979年 這兩個年份 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高階 高資產階級的移民潮 71年是因為聯合國被趕出來 那麼變成國際孤兒 79年是因為美國跟台灣斷交 擔心中國對台灣的一個對抗 而從那個之後 我們回過頭來簡單的回溯 除了95年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之外 其實90年代的時候 非常多人是因為台灣的治安 因為當時解嚴了之後 海防整個撤哨 中國的黑星 紅星 手槍 台灣到處氾濫 很多人對台灣的治安 非常的不放心 所以呢 在當時台灣前煙角木嘛 所以也有很好的一個條件 往外移民 另外一個是2000年的時候 這個第一次政黨輪替 開始有一批原來盤踞在台灣 政經體系高階層的一些人 他可能對於新政府 他認為他可能沒有機會 或者說他被排除 或者怎麼樣 whatever 就這樣子他 但那一波最多是移民到中國去 其實也不是移民 他是去工作啦 工作很多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回口來講 那到底選後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出現 這個 如韓國瑜在選前 你講的選前嘛 選前 當時講的說出現了移民潮 目的是什麼 理由是說是因為選後 預期可能會有戰爭的風險 那現在選舉完 這個情況怎麼樣子呢 目前為止 剛除了我講到說 這個移民署 根據移民業者提供的資訊 其實不到1995年十分之一 而且我剛剛也講 移民的原因罷罷重 不是只有一種原因 那麼還有一個理由 我們就是說 在全球化的時代 你要看移民 如果你單純的 都只是從所謂的 戰爭因素來看的時候 這裡頭很容易掉入到 我們講的所謂的 認知戰的陷阱 我們舉一個反向的例子 現在中國不是控制的 最嚴密嗎 社會最穩定了 中國的移民怎麼樣 中國的資金外逃怎麼樣 中國人千方百計 當西方很多國家 拉緊了他的 合法移民管道的之後 他還跑到中南美洲去 從厄瓜多 從中美洲 跑到墨西哥 千辛萬水 千辛萬苦的 跋涉 越過美墨邊界 去成為 這個非法走私的移民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他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嗎 為什麼移民那麼的多呢 好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回過頭來講 我們講說今天在台灣 面對這個所謂的這個 移民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看這個問題 要從兩個層面來看 首先第一個 必須要認知到台灣社會 就是一個移民社會 他從過去以來 近代幾百年到近一百年來 他一直都是經歷過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當然這裡頭還有一個很重要因素是 因為台灣在國際間被中共排擠 那麼因此很多人 包括企業他做生意的需要 比如說很多航運公司 他要掛靠一些小國家 這是基於稅的考慮 或者有一些部分 我的公司成立要到第三地去 這也都是這些情況的考慮 所以不一而主 不是只有一個原因 而且這樣的現象應該講 不是只有台灣所獨有 我覺得不需要 不需要用這個所謂的這個移民數 是不是因為誰執政 誰就移民怎麼樣 其實台灣的人口數 台灣的這個少子化的問題 馬英九那八年的時候 都已經是個國安問題了 所以可見 用所謂的移民這樣的一個話 如果你稍微冷靜思考 它是很大的部分 是基於一種所謂的認知戰的一個訴求 但是當然為什麼它會產生 會成為話題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移民這樣的一個因素 在台灣社會有一個歷史 有一個背景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就比較能夠清楚的 對這個問題有個態度 是的確 我也一直覺得 很多朋友在聊說 所謂的錯假訊息 其實我覺得現在更厲害的訊息 其實是為真訊息 就是它不是假 你說有啊 真的有移民這件事啊 但它為真 真的它整個鋪陳的那個框架跟架構 其實是一個謊言 只是它拿一個現象來把它放大 那回到剛剛經濟的問題 如果看起來台灣現在至少沒有這樣的悲觀 也沒有所謂的大量的移民潮害怕 這種所謂的錯假訊息的這些違真訊息 在整個台灣境內來散布 那台灣到底在整個選舉後的經濟發展如何 因為我們畢竟這個政經最前線 談政治也談經濟 江老師在這一塊 是當然非常重要的權威跟專家 所以老師你怎麼看待 接下來可能的經濟發展 這裡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中國經濟的下行趨勢的外譯效果 對台灣甚至於對全球經濟的一個可能的影響 第二個就是地緣政治衝突或者所謂戰爭風險 這裡有兩個話題 那麼我們現在看出來的是這樣 中國經濟前景的下修是因為 它有幾個兩塊 實體經濟跟金融市場 這兩塊裡面已經有一些 也非常清楚的明朗的危機 然後背後當然有更深層的危機 那麼實體經濟這邊的危機 第一個就是那個房地產危機 那因為房地產在整個GDP裡面 估計你低的話 百分之二十五 四分之一 高的話百分之三十一 百分之三十幾 就三分之一 大概有接近三層 三層上下的一個GDP 的內容 因為它從建築材料到營造施工 最後到房屋仲介到家電到那個家具等等 所以這樣中和看起來 房地產相關行業在GDP裡面很重要 那麼現在房地產危機的話 整個房地產幾乎崩盤 那當然對實體經濟有很大的影響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失業危機 因為這個本來是 它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體 那出口部門大概1.8億人到2億人 那麼這些大企業去接單以後 再分包給中小企業 那麼現在訂單有問題的話 整個中小企業的破產 大家看得到 中小企業很多都做不下去 包括內需的做內需的也在內 然後外資的部分是供應鏈在撤離 然後呢做中國市場的也不做了也在撤離 像這類的案例很多 這是第二個失業危機 然後我們當然注意到 年輕人的失業問題很嚴重 大學畢業生找工作很困難 然後第三個呢就是通縮的危機 整個經濟在收縮 那就業跟所得的下降 帶來消費的下降 以及前景的那個下修 所以越來越多的儲蓄 然後呢這個為了以後預防看病的需要 還是其他的需要 就是現在儲蓄反而倒震 消費反而收縮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實體經濟有這三個 房地產危機 跟那個失業的危機 然後跟那個通縮的危機 然後這個會帶出其他的 會產生其他的效果 再來金融部門是這樣的 你現在有債務危機的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你會有資金外流的危機 最後一個所有危機到最後 明朗化以後會產生的 叫做信心危機 那就是說不該跑的也跑了 不該賣的也賣了 最後大家都變成有一種 甚至於恐慌性出逃這種感覺 好那中國經濟這樣子的話 他會外溢出來 首先他對原物料的需求會下降 然後呢運送原物料的海運 這個也會下降 然後呢他到目前呢 可能會被逼的他急需掉現金 急需把過剩產能能夠運轉 所以他會殺價競爭 很多領域 只要中國企業有進去的領域 最後都變成產能過剩跟那個 殺價競爭 然後南海的市場被他完成紅海 水流成河這樣 那所以呢現在看起來 各國在對付他的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價格他太壓得太低了 然後呢還有其他的供應鏈 也會有這種現象 最早先是鋼鐵業 他產能過剩以後鋼鐵業 其他國家受到影響 受到衝擊 所以呢他現在變成說 用壓低價格 把其他國家的競爭者擠出市場 之後他再把價格漲回來 非常可能是看到了這樣的商業模式 好那麼 現在看起來接下來中國經濟前景 有幾個大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他是財政現在崩壞 中央財政不行 地方財政也不行 就是首先會表現成 公務員的薪水欠了好幾個月 花不出來 那最近提到國務院說 有省級單位大概有12個 比較差的情況比較差的 不要讓他們去搞那個基礎建設 那個投資暫停停止 為什麼後來發現原來 提出基礎建設投資項目 項目中央要預算 然後呢或者在地方融資平台裡面 來融資募資 可是拿到這個錢以後 是去花公務員薪水 不是真的搞建設 而且搞了建設也未必就有經濟效益 這大家都知道 基礎建設已經過度了 已經飽和了 那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那個中央 也有可能是當中央沒有錢再撥下去 當然也有可能 所以中央有財政危機 地方也有財政危機 然後現在呢 把房地產的調控權 下放到地方 由各個城市自己來決定 那各個城市很可能就 放開這個價格管制 讓價格可以下跌 能夠掉現金 處理掉一些浪尾樓 所以這樣的話 等於是說 中央沒辦法照顧地方 不能給移轉性支付 只好讓地方自行想辦法 這樣的結果會演變成 越來越走向改革開放初期的一種 看一種觀察 叫做落中央強地方 就是中央不行了 地方自己想辦法 嗯 再進一步下去的話 說不定就演變成 清朝後期的那個所謂地方割據 啊 像當時平定太平天國的 叫什麼湘君啊 淮君這種地方武力這樣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財政崩壞 然後呢 債務危機更在後面 另外一個就是金融 那房地產很多是做抵押品的 貸款的抵押品的 那這些崩壞以後 銀行有大量的不良資產 那麼這個銀行的後面 還有非銀行金融機構 俗稱影子銀行 比如說他們在做一些 資產管理公司 發行跟銷售 他買跟賣金融產品 什麼財富 理財產品之類的 那這個等於變相融資 比如說房地產開發商 發行一種債券 還是一種什麼金融產品 那個銀子銀行來買 那等於是變相提供融資 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這些都會受到千年影響 那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美國這邊可能最後 也會搬出金融制裁 凍結某些資產等等 因為所謂的兩大問題 已經宣而未決 但是一定會 將來會處理的 一個就是病毒的責任 另外一個就是他支持 俄羅斯打烏克蘭 甚至於他支持哈馬斯 攻擊以色列這些 那美國這些都會 將來會計價 那這樣的話 就會搬出金融制裁 凍結一些海外資產 那這些的話 是中國這邊的一個隱憂 目前看起來還沒有化解 好 那麼接下來談到 就是說 有人會覺得說 台灣被中共排擠 可是中共被美國排擠 他其實更嚴重 他的情況是更嚴重 那至於講到戰爭風險是這樣 因為直接攻打台灣的話 那坦白講是有困難 所以他可能進行的是海空封鎖 所謂以戰逼降 但是海空封鎖的話 也會引來反封鎖 就中國本身也會被反封鎖 那所以 所以呢 對台灣動手 對坦白講不太合算 風險太高 所以呢 有兩個替代的地方 一個就是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如果有事情的話 對中共來講是陸地運輔 不是海空兩棲登陸作戰 他辦得到 技術上他辦得到 那所以你看到 最近朝鮮半島 有點緊張度在拉高 像金正恩 把韓國南韓 宣稱為敵人 不再是同胞 那這是一個 朝鮮半島說不定 會變成地緣政治衝突的 下一個熱點 第二個就是 南海的菲律賓那邊 在南海有衝突 那現在呢 美國協防菲律賓的話 大概又搞不下去 所以中共 想要對外軍事冒險的話 轉移內部壓力也可以 怎麼說都可以 那重點是 習近平現在是 更加擔心個人的安全 預防軍隊參加政變 所以他個人安全 已經超過打台灣 這樣的一個政治訴求 然後對外戰 對外用兵的話 那麼有可能 偉大不調 控制不了軍方軍頭 所以呢他現在變成說 就是讓你感覺到有威脅 但是他其實也沒辦法 採取行動 更何況 這個火箭軍這些先頭 美國部隊 等於是被美國點的穴道一樣 現在火箭軍 因為泄密的問題 背叛的問題 這個疑雲 讓習近平很不放心 所以呢整個高層被大清洗 大清洗完了之後 你要重新整頓的話 站起來的話 也需要好幾年的時間 所以看起來 習近平 這個受困於內部問題 受困於軍方的那個 兵變的疑慮 受困於個人安全 可能受威脅 可能有暗殺或斬首行動 所以他在軍事方面去冒險 坦白講也不合算 所以呢坦白講 所謂戰爭與和平這種論點 以中共目前的情況來講 他現在是內外交困 這樣的可能性坦白講不大 但是有人說他會不會 像發瘋一樣對不對 就是不理性的行動 那即便如此 他也被點得穴道 他想要不理性 恐怕也沒機會 所以呢 嚴格講來 我們應該做的是 加強我們自己的國防建設 加強我們自己的國防意識 就是說台灣雖小 但是可以像以色列一樣 不是軍事大國 但是可以成為軍事強國 我們可以發展 無人機群 無人艦 我們可以發展自己的那個中程 或者甚至於遠程的那個 導彈的攻擊能力等等 就是我們強化我們自己 強化自己的防守能力 跟防守的信心更重要 而不是整天去 瞎操心 這大概也是我想 現在看起來 經濟某些脈絡上 大家對中國的依賴越深 但有些事情 是我們很難控制的 我們看到這種社群媒體 那我們知道 這個理事長本身 也都過去在媒體高層工作 理事長這怎麼辦呢 在抖音這件事情 我想在台灣 尤其立法院 新會即開始 一定會討論這個問題 到底相關像這樣子抖音的媒介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做管制呢 我們今天集中在談選後 的政經的情勢 那當然剛剛嘉隆老師也提到 現在中國 本身經濟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麼這個 尤其國際間的一個環境 所以應該講 兩岸出現熱戰的可能性 是非常低的 但是呢 這個不表示 中國不會在背後對台灣 用很多的爛招 選後 我們現在公開看到的是 外交 他給你斷邦交國 然後呢 就開始在一些海峽中線的 這個一些問題上 做文章 還有在國際間 散播這個 2758號決議的 這個法律戰 這一些 其實總共加起來 就是他一個概念 叫做要不戰而屈人之兵 他等於是告訴你說 我抽屜裡頭的這個工具箱 有很多東西來對付你 好 那這當中我覺得其他的部分 都看得到 但是現在我們要談的 這個問題最重要就是 所謂的透過抖音 來形成了一個對你 從你內部開始給你製造紛亂 那麼我們看到就是剛剛選完之後 選完之後就看到抖音突然間 冒出了很多說 這個台灣的投票過程有問題 那開票有問題 計票也有問題 簡單說就是告訴你說 是一個選舉舞弊 那麼這樣的情況 當然每一次台灣選舉完 都會出現那個輸的人 都說要怎麼樣子 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我們的選buff有規定 一定比例內的差距 是可以依法提起重新驗票 比如說2004年那一次 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但是包括上一次2000年的時候 蔡英文贏的韓國瑜200多萬票 都還有人拿出來 用這個來講 這背後絕對不單純 為什麼抖音上會出現這些東西 當然也立刻有人拿出 實際的例子來反駁 說你一個差幾十萬票 上百萬票的選舉 有沒有可能用做票的方式 能夠做得出來 那麼但是他為什麼每一次 都要散播這個東西 其實他目的不是真的要把你的結果改變 他主要是強化一種認知 他要擴大你社會的不信任 對政府的不信任 對執政黨的不信任 那麼這當中尤其抖音 因為他的使用者 大量是年輕的族群 所以他除了要讓你製造社會分裂之外 也是讓你在世代的信任當中 產生了更大的一個裂痕 那這背後形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台灣本來你政黨競爭 有不同的主張路線 這都沒有問題 可是當現在大家所知道的是 背後原來還有一個背後靈 在後面操作的時候 而這個操作它的目的性 就是你剛提到的偽真 用偽真的這樣的一個手法 偏偏現在的科技啊 社交平台啦 Chad GPT啊 有非常多的這樣的地位 包括影片的一個 如假亂真的情況 所以這的確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當中啊 TikTok是 不是唯一 但是它是一個最大的一個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目標 而且你剛也提到 它不是只有台灣的問題 全世界都面臨這個問題 我記得美國在川普總統的時候 就在討論這個問題 那美國的做法 後來他們開始要求 就是TikTok的美國公司啊 要必須把他的用戶的數據 歸為美國能夠監控管理 後來不是有個德州計劃嗎 德州計劃從2021年就開始 但是呢 在這個之前啊 拜登政府也開始 對於美國的軍方 跟政府公務部門 是禁用TikTok 我們台灣現在的做法 目前看起來 就是剛剛你也講到 我們的難度啊 其實應該說 還比美國更困難啊 為什麼這麼講啊 因為美國社會啊 不同的政黨啊 這個共和民主兩黨 現在這個抗中反中的 共識非常的高 它的共識度 遠超過台灣的藍綠啊 台灣的藍綠 不要說抗中沒有共識啊 還在後面扯後腿啊 而且呢 共產黨呢 也非常的明顯 在台灣的這個藍白綠當中啊 它是有傾向性的啊 好 所以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要想要透過 比如說更強制的一個做法 我舉個例子啊 印度 對不對 印度做得更直接啊 他就直接把你禁掉 就根本不讓你來這邊營運啊 那麼印度可以做到這一點 當然也是因為印度社會 高度的對中國的一種疑慮 跟這種反反反反對嘛 這個條件在台灣同樣不存在 那麼同樣不存在 你就會看到說啊 如果我們去做一個所謂的 這個要把Tiktok用立法 用什麼樣技術的方式 把它給一個全部屏蔽掉的話 立刻就會有人講 第一個言論自由嘛 你不是一個民主社會嗎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怎麼就沒有這樣的自信啊 其實你只要去簡單想 就好像你說的有人講 那你不要讓那個地方 是一個人的舞台啊 大家都去嘛 可是大家都知道 Tiktok根本很多是有篩 有這個篩選 篩選過的 比如說你在Tiktok上面 宣揚台灣獨立 它會容許你嗎 不行 然後呢我知道的一些 綠營的政界人士 其實也想去經營Tiktok 但是呢他們的言論 一丟上去沒多久 立刻就被封阻掉了 但這個東西在一些 現在在Tiktok裡面 用的很快樂的藍白的人 他不會有人在那裡 為台灣的不同的言論 能夠在Tiktok的 多元呈現去講話 沒有人去講這個話 對不對 而Tiktok呢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選前的時候啊 蔡英文跟賴清德 蕭美琴拍了一個 在路上那個影片 很叫做啊 上千萬人點閱 沒多久Tiktok就出現了一個 那個車子啊 撞到懸崖下面去啊 這個當然都是背後 都是中共在操作了喔 好所以呢 那的確啦 這個問題變成說啊 台灣又再度在一個 中共所對全球施發的一個 這個認知戰 台灣又站到第一線了 這站到第一線 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們面臨的困難超過印度 超過美國啊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這裡頭啊我想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道理 就是說 我認為啊這個問題 應該把它升高到 是一個國安的問題 而且這個國安的問題呢 不應該由執政黨一方 來承擔 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首先第一個 現在你已經不是完全執政啊 你是一個雙少數的政府 你再接下來接下來 包括內閣的組成啊 包括國會的議題 都要透過協商啊 那麼這當中啊 我認為啊 賴總統上任了之後啊 應該要一個定期的方式 來跟在野兩黨的領袖 來一個會面 應該把Tiktok這個問題 當作國安拿到這個裡頭來談 為什麼要這樣講啊 就是我剛前面講到說的啊 你單純呢 現在想要由行政部門來推啊 那麼現在包括一些 在Tiktok上面啊 有非常好的這個發揮的 一些藍白的 也不限定政治人物啦 包括一些名嘴啊 他們一定反對啊 這個反對立刻就拿 我剛前面講的那些理由啊 可是呢 Tiktok有沒有對你的國安 造成影響是存在的啊 這樣一個情況應該透過 這個朝野的高層的一個會談當中 正式來談 當然不是只有談這個問題 少此話的問題 也應該要談啊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點 接下來面對到 比如說對美的軍事採購的問題 國會的這個預算審查 我覺得接下來賴總統在 阻隔的過程當中啊 非常需要的是 要怎麼樣能夠透過他總統 執政的高度啊 去把藍白能夠有一個概念很重要 是什麼呢 就是說啊 就好像美中啊 現在拜登政府叫做 很合作要合作 競爭要競爭 對抗要對抗 其實國內朝野的這樣的運作 也不拖這個範圍 屬於大家共同要面對的問題的 的東西啊 應該要在這個 我剛講那個機制上來談 那當然呢 有一些大家各自有立場 沒有辦法的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 這個討論的過程很重要 是因為同時也要來對社會啊 來告知 讓社會知道 因為我們剛講的 你民主社會就是要從 從基層由下而上來凝聚 這個整個政策的一個共識啊 所以我認為TikTok 對台灣來說 大概要透過黨政高層的 這樣的一個會議 來凝聚共識 然後跟社會 讓社會知道 我想這才是我們 一個因應的一個做法 是我蠻同意理事長所說的 因為其實現在雖然在立法院 大家認為國會不過半以後 會不會產生亂象 是 勢必在某些議題上 可能產生亂象 但某種程度來講 我覺得剛才提到了 未來的LINE政府 很重要是它的閣源 我一直認為 它必須要有耐心 要有細心 而且它必須要耐得住 各種的批判挑戰 而且要能辯證 要能說明 要有足夠的專業 以前可能覺得說 我人數夠多 我直接透過表決 至少是最後一道防線 現在你沒有那一道 最後防線的時候 你只能訴諸語論 把這事情講清楚 讓社會大眾更了解 本來我覺得民主 就不是談效率 就不是談速度 這過程當中的討論辯證 哪怕只有5%是形成共識 那個5% 恰巧會是台灣民主重要的基石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樂觀地 看待台灣未來的發展 當然有一個討厭的中國 中共在背後 在旁邊不斷地干擾 讓我們在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時時都受到了一些摧殘 這一次我想 許多民主國家在談到 民主任性的加強 我想我們的節目 當然我們也自詩啦 就有民主任是加強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部分我想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今天很謝謝我們兩位來賓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幫我們轉傳按讚 訂閱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再次感謝大家